要有颱風來要進來 我也是奔緊神經的 不是氣象局奔緊神經 呂全恩也奔緊神經 台馬上第一個鐵梯 還要上第二個 打開自己挖的天窗 临接氣象家呂全恩 手一撐 腳一蹬 上了頂樓 來到它的氣象站 上面的這個是風向風速儀 有側風向跟風速 就在鐵皮屋頂上 加蓋一個小小的平台 平台上有風向風速儀 紅溪雨量儀 琴斗式雨量儀等 還有國旗隨風飄揚 這是台灣第一 也是唯一的民間氣象站 迎新研究氣象站 這個是傳統的紅溪雨量儀 它下雨 它這個筆就會往上上去 因為它這裡面有一個桶子 這雨水滿了 它自己就會降下來 它就自己開始排出 水就會開始排了 它排到頂點之後 排到底 它就開始重新記錄 就是周而復始 這樣就算出它的雨量有多少 這個氣象站就在彰化呂全恩的家 它在它的三樓透天措頂樓架設觀測儀器 它用幾張白紙拼貼 寫上作業室 貼在住家三樓的牆上 再掛上迎新氣象站的LOGO 就是它的氣象觀測作業室 這裡連冷氣都沒 只有兩台舊電風扇 夏天又如烤箱 一般凹熱 呂全恩有點尷尬 日子過得不寬裕 但是為了最愛的氣象 它還跟銀行貸了120萬 更新氣象觀測設備 以沒錢裝冷氣 雖然作業室看起來寒酸 可難 但是風速 啟壓 雨量紀錄儀器等 都是專業級的 剛才我們在上面看的風向風速儀 它的感應部分就在上面 然後這是顯示器 顯示器在這邊 這是乾球溫度 溼球溫度 這是溫濕度計 這個也是 這是二分之一刻度的 這個是五分之一刻度的 這個比較精密 這個氣象局也是用這個東西 只有國中畢業的呂全恩 氣象知識不輸專家 可能是天生就是說這個料吧 只是說差在說我沒有正規上過 這種氣象的那種專業的那種課程 有上正規的是比較好 但是如果我們自寫的有興趣 也不會說差到哪裡去啊 它的資源有限 只能做以彰化為主的區域性氣象 帶預報之神準 讓網友嘖嘖稱奇 我是去海邊嘛 然後晚上掉就看他FB 他就po說 欸 幾點要下雨了喔 我說啊 沒關係 天氣還很好啊 不過時間一到真的下雨了 我們都來不及受感 尤其要靠天吃飯的人 都要問他今天天氣如何 如果網友很可愛 他說 我早上我就會看你的天氣溫 如果說今天會下雨 本來騎摩托車的人 他就改開車了 當然還有網友就是 他們是募農的 募農他就會想說 我今天我要噴農藥 還是要收成收穫 會不會下雨 他們也很關心 講起氣象 呂全恩雙眼發亮 滔滔不絕講著 泌上氣象的原因 1977年 那年他10歲 中台賽洛馬 和強台維拉重創台灣 這颱風很可怕 那連起重機啊 貨櫃什麼都催翻了 那真的颱風非常的大 讓我覺得說 這個大自然真的很奧妙 很神奇 然後他帶來的 災害也是如此的巨大 所以我就開始來做這個 氣象的這個研究 這一載進去就是 到現在40幾年了 才讀小學的他 讀報看氣象報告 買氣象的書籍來研讀 那時候我的志向可大了 我想說就是 我先成立一個氣象站嘛 氣象台嘛 我連那個圖都畫出來了 有什麼觀測儀器啊 什麼氣象雷達之類的 也一棟大樓這樣 那時候夢想也真的很天真 想說成立一個很有樣子的一個 很有規模的一個氣象站 但是後來到長大了才知道說 但是根本不可能 那要花費多少的錢 這一本本泛黃的筆記本 都是他觀測氣象的紀錄簿 剛開始我就是 以 一個節一個節 下去紀錄 紀錄看天氣情況是 下雨啊還是怎樣的 我們的大晴天 就畫個晴天下雨的話下雨 一節一節的畫 所謂一節就是一小時 無奈身為長子的他 國中畢業就得賺錢分擔家計 當年是台灣紡織業起飛的年代 彰化河美鎮是紡織重鎮 滿腦子都是氣象的他 到紡織工廠當作業員 當時他的月薪約7000元 九成用來養家 剩下的存下來 當作設立氣象大樓基金 國中畢業三年後 他向中央氣象局 申請設立氣象站 因法令不符被打回票 他沒放棄 繼續觀測氣象 一年後 他將審吃檢用 攢下來的3萬5 拿去滿了檢疫型的 氣象觀測儀器等 再用腳踏車鈴鐺 改造成風速儀 就在住家的機設上面 成立了他的氣象觀測站 在80年代90年代5 我的氣象站是在 執掌這樣 這時他已能精準預測颱風 1986年 號稱史上最快颱風 韋恩來襲時 前幾天我就知道他 要靠過來 靠過來會很嚴重 我在前一天我就開始出水備用了 然後隔天一大早 我就跟我們老闆娘請假 因為當時的上班時間是 早上7點 就要到公司 我6點半就跟他們請假 所以我們老闆說 我們老闆娘說 那風又不是很大 其實那颱風的中心已經快到我們家門口了 然後6點45突然就開始 強風大雨就開始來 很多在上班的上班族 這時候都已經出去了 有的都 都掉到田裡 騎摩托車什麼的 反正那時候風就是超大的 根本就站不住了 我沒有去 我很幸運 因為我知道快要變了 只要有颱風 呂全恩就緊盯著不放 每一個颱風我就在那裡抓 那時候早期根本沒有網路啊 每個小時我就 我就打一次電話 他就會報阻止了 那個未制途啊 只要有颱風的時候 我經常都沒睡覺的耶 1990年他終於取得 銀星氣象觀測證 登記證 為何是銀星 天氣觀測是不能停的 而且是一天一次 我就想說 是要像天上星星一樣 一天一次 一天就代表一顆星 天上星星是數不清的 代表永恆的意思 他漸漸打響名氣 綜藝節目邀他講 韋恩颱風 衛星電視台新聞部 找他當氣象分析員 他也出了一本 《台灣天氣》的書籍 1999年 女兒出生父母年脈 他忙得忍痛中斷 長達19年的紀錄氣象 直到女兒上小學 紡織業落寞 他轉到塑膠工廠上班 他打開 塵封已久的氣象觀測儀 再度觀測氣象 2014年 讀高中的女兒 為他找到新舞台 爸爸你為什麼 不在和美小鎮上寫 你都會說幾點下雨 那很好用耶 你會寫給網友看啊 接著他成立粉絲專業 《台灣天氣》搶先爆 今年成員逼近7萬人 剛開始寫沒有什麼人看啊 我們說實在啊 後來就是開始 有寫語訊的時候 網友就開始注意了 有一天就發了五次 等一下又要下大雨 等一下又下大雨 就有網友調侃說 老天爺又不是你在開的 要靠一己之力 成立一個氣象台不容易 就因為沒錢 風向風速儀記錄器 停擺了多年 這台這台十幾年沒用啊 十幾年沒用啊 沒紙啦 沒紙 沒沒沒沒墨水 最後一次的颱風啊 這紙這顏色退掉了 我也看不清楚啊 即使日子過得很拮据 年過半百的他 仍然未忘記 兒時的夢 成為一名專職的氣象人 為大眾播報氣象 因為本身興趣是支撐的最大力量 好 當然有興趣的話就是 我就會享受這些事 因為多做一些研究 多做一些觀測 好 這樣才累積更多的經驗 我會不會